广东队正式到达南昌 三万王功勋正式归队 朱芳雨没有看错他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 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 还是烦恼各位喜欢广东的体育迷啊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CBA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CBA的第二阶段已经正式结束了 可以说作为上一季的未满冠军 广东队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本赛季呢 再次获得冠军 因为目前来看广东队虽然说年龄结果偏大 但是呢整体的实力板凳深度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本赛季目前来说广东队啊 却受到伤命快乐 包括之前周鹏一连连都是接连受伤 而且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 可以说广东队的工学球员任俊飞呢 也是重伤离场 很多球员非常担心任俊飞的一个伤势 因为作为广东队来说 任俊飞这个点啊 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在因为季户赛呢 将会在4月1号正式打响 所以说广东队呢 已经正式的启程到南昌 在南昌呢 已经进行了一个备战 通过之前广东队公布的大名单来看 可以说广东队的三冠王功勋 任俊飞呢是正式的规律 战略名单中 已经有了任俊飞的名字 可以看出呢 任俊飞的伤势啊 已经不是很重了 可以说能够和球队进行合练 这是很多球迷啊 比OK的事情吧 作为朱方宇来说 他也是没有看错任俊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之前大家都知道 任俊飞呢也是签了一个顶薪合同 可以说任俊飞呢 也是没有去辜负朱方宇 自己呢受伤之后也是积极恢复 目前来说已经正式回归球队 争取的能够帮助广东队 在本阶级的冲击四两冠 通过目前来看 广东队的整体的人员班底 还是比较齐整的 双外援 加上实力比较强硬的国内球员 可以说本阶级广东队 依然是夺冠的大热门 我们是希望广东队能够放平心态 争取的在几乎赛中的 一步一个脚印 获得最后的总冠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期再聊